挑战萌烟点外卖 变的啥吃啥 你们是不是为每天吃啥而发愁 我找到了一个好方法 就是听天有命 我一会萌烟点外卖 就算是平面最低的 我也把它吃下去 那挑战开始 我先把眼睛蒙上 咱们拔算一下 点啥是啥 一二三点 滑 点 点着没有 我刚才看了 是黑椒肉片饭 但我看好像亮了点少 咱再点一个 划三下 一二三 点着了吧 咔嚓鸡腿 我刚才看了一下 先点净就是拉桃子 又跳出去了 这也得点着 不能破坏规矩 咱边等外卖 我给你们唠一个被儿神奇的事 跟我一块做 就得手背 你这样使点劲 压强着30秒 一 见证奇迹的时刻 手自然下垂啊 看见了吗 手臂自己就飘不起来了 我发誓啊 我完全没有刻意控制抬手 像游泳池里手飘起来的感觉 被刺激 试过的人肯定会给我点赞的 特别好玩 还挺快啊 到了 先吃这拉桃子啊 新疆西北老铁 对这熟悉吧 一股压科系的味道 放发出来了 大揉片子啊 太香了 第一感觉就是这面呀 倍儿筋的 这肉你就甭提了 哎呦 肥香 这拉条子啊 味道特别有层次感 黑椒肉片饭 肉给的是真不少啊 嗯 黑胡椒的味道挺浓的 但跟拉条子里的肉比 就逊色了不少 配着酱汁吃 味道也不错 哎 毕竟是鸭肉嘛 便宜 那你们说 为什么烤鸭那么贵啊 鸡腿 这种三口啊 全是面 见肉了啊 味道还是可以的 虽然凉了 但是有咸带味 甜了这么一圈 第一感受 贵榴莲是真疼 萌眼点外卖 挺刺激的 你们要是喜欢 以后咱多搞点 OK 我是帮花哥 还想看我挑战啥 您说话满足大家 没毛病